以我嫁人的身份看到你們啦 所以謝謝你們今天來 然後真的很開心 希望在不久的長大我們還可以有多一個Gathering 應該就是明年了吧 然後謝謝你們的禮物還有你們的祝福 都收到了 還有就是希望改次 OK 下一次的Gathering是明年 那下一次我有機會上台的時候 我希望是為了一個專業的獎項 當然如果有機會 如果是大也是可以上台的話也不錯啦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你們不同的領域方面 可以努力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工作上 都要給自己多一點信心 還有就是放100%進去 OK 180%可能不夠 可能就放144%左右 就應該還OK了 144%就是因為我喜歡自豪 所以啊 然後就是 真的是謝謝你們 很感恩有你們 然後就 我也在哭了 所以我講這麼感性的話 我是打風聲音講的 所以希望你們感受到我的真誠 還有就是 除了謝謝我就只能說謝謝啦 我也繼續努力加油 然後 希望我們的家庭能越來越大 然後大家呢 看開心心的天天 呃 就是無論在是 社交媒體上面 還是工作上面 還是 呃 學業上面都可以 盡心盡力的足夠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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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